台湾半导体持续受到国外瞩目 美国专栏作家弗里德曼 20日撰文指出 曾经许多西方人都希望中国取得成功 但当局所做的一切 都在削弱中国和外国企业对他们的信任 像是马云消失事件 中共对澳洲的报复 近期多次派出军机侵扰台湾空域 弗里德曼点出 这种霸凌行为可能是当局的巨大误判 主要原因在于半导体 弗里德曼提到 中国拥有14亿人口 却一直无法掌握台积电最先进的技术 他问过矽谷的美国晶片设计师 台积电有什么中国无法复制的秘诀 结果设计师们的答案很简单 就是信任 我们的能力的领先不只是技术 而且还有制造能力 还有这个客户的性能力 客户的性能 弗里德曼分析 台积电帮很多企业生产晶片 多年来建立起一个生态系统 由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所组成 他们与台积电分享知识产权 优秀的设备供应商 像是美国应用材料 荷兰的艾斯摩尔 也都乐意把最好的设备 卖给台积电 确保台积电始终站在材料科学 和光科技术的最前头 这种种能力的领先 其实我们现在比几年以前 是更为领先 所以我是觉得 说是什么几年当中 要被大陆超过 是没那么容易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在2015年受访时曾表示 台积电领先不止C技术 还有客户的信任力 直到现在 台积电预计明年生产3奈米晶片 反观中国最大的晶片制造商 中芯国际 才刚要开始生产14奈米晶片 佛里德曼引述一段 美国晶片高层的说法 中国人已经做到复制和模仿 但他们从未创造过 像台积电那样的生态系统 因为缺乏信任 新唐人亚太电视 曾一号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导